好 回來了 第三節記給你猛報 我真的很希望看到後續的發展 Pole這個車鏡的朋友說 他們在爭執的時候 後面的車都不介意 趕快進去 不要妨礙你 他自己又要趕上班 所以就這樣算了 當然很多網友看完影片後 就很想知道後續 首先看看EZD-6904 好像是Tesla來的 我沒有留意的 我心臣彷彿 你是不是在王格排隊 你都不跟你爭論 你說你一直在走這條線 你真是鬼閉眼 除非你說他真是心臣彷彿 很難說的 如果不是 全家死絕 你瘋你六七歲 你被車炒 你把妻子都跑出來 你勾把妻子都做到 月盈乾淨和愛滋病 再給他 你明明是廚家死 你真的不能說 不用說打個劲 你打個劲 不要緊 你打個劲還要這麼強 我們是熟的都不熟的 其實他沒有說到哪裏 很多有看就知道 我跟阿正的情況 沙田新城市 我不知道是第幾期的 其實只有兩邊 一邊就是沙田大師那邊的 一個就是這邊 通常都是白飯公司 其實都沒有所謂 那我就很少拍攝 因為當初要排隊 不就給錢 這些人為什麼要拍攝呢 那些人是窮鬼 瘋你了 省我20元 其實是瘋你了 我覺得沙團很頑皮 為甚麼呢 你對面希爾頓 或者好運那些 今時今日來講20多元 有時候要等那麼久 預計我瘋你一小時左右 不想等了 因為有時候真的等很久 不過自從開關之後就好很多 很多時候都可以直入的 有一次我也是在這裏 其實這裏有很多事 上次有個女人 在旁邊的U-turn過來直接咳嗽 那一宗又有一宗 是比較亂的 但是老實說 真的沒理由不知 有一次我就這樣 我看到有人打我 我就立刻強暗 他們一定會放我進去 然後我下去狂吵 不想你了 我會說你老母 後來我就去拿 如果 我也學回吵吵之前 原來 前面的車 是住在上面的 即是別人有那個 即是 業主證 我不敢知道的 你突然在外面打進去吵 你老母 我不吵吵 你 我不吵吵 你 那是怎樣的 他說 警察說有業主證 不是 車已經過去了 我吵吵 我吵吵 我為甚麼吵吵 他說不是 他是有業主來的 因為那裏的人 你也知道剛才的哥哥 他的眼睛看到的 因為那裏的人 免得吵吵這些 即是他也在盯著的 於是他就走過來問 那個車廂的車廂是否打你 他說我也看到 他就跟前面說 誰知道那裏的人就說 吵你了 武器 我一直說 他就說我吵吵吵 拿車廂出來 一拿 人家就拿 一拿 這個也不是我 當然不是你了 因為你打架 人家是尖的 如果一直都是你 你就沒有打尖 大家看著你 咬進來 是不是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這條片 他沒有說後續就真是慘 我想要看他怎樣 死撐 你老實說 見到我 可能我真的心神荒忽 我真的不知道 對不起 對不起 他還在那裏撐 你老實說 你是混蛋 死了 你老實說 不想死也沒有用 可能開車 你老實說 我不是很想播這些 這些真的要看醫生 這是鬼暗眼 你老實說 你快要7月 好了 這一單 又是休班機 又是偷車 你不說 因為我昨天才說完一單 就是他父親給一輛車 給他兒子 那個不是偷車 那個又醉嫁 又炒車 又想到齊毛 第三輩 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沒有醉嫁 今年2月12日 下午5點 真是離譜 下午5點 有一輛Tesla 在游禮邨對開游堂道 和李懸門道交界 懷疑失控 橙上 安全島 數位鐵欄 很糟糕 幸好沒有人 然後司機還要逃他 無尊 警方調查之後 懷疑涉事的Tesla 是被別人 不要說偷了 他用擅自取去 可能是家人 其後已涉嫌 擅自取去交通工具 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無牌駕駛 以外後沒有報案 拘捕一名 南警 沒有看到駕駛嗎 這裏沒有 這裡沒有看到他 又是忠誠用禮 總共有十五項罪 老實說 你擅自取去交通工具 家人車 人事實在是很清楚 但你沒有第三保險 無牌駕駛 以外之後又不報案 一定會報案 但你跑不掉 你怎麼這麼差人 蕭澤儀好像是你上任那麼久 很多這些案子 雖然你說 必定嚴正處理 絕不容忍及姑息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 我都見到你是很重視 但怎麼那麼多呢 是不是招攬人的時候很有問題 這麼重視都那麼多 辦事不力 中區警區現在被停職 官堂區重案組第一隊 經過進一步調查及徵詢法律意見後 這個藍警被控七項無牌駕駛罪 七項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以及一項不小心駕駛 今天上午在官堂裁判院 齊堂 這個一定就入硬了 兼駕 其實你這樣 我覺得一定要受的 這些不能受的 不能談 好了 接下來這件事 我不會說 有天理事 但是法律是公正 我早前說過 我也很質疑 這個保險經紀 強姦的女生敢 按照他和那個女生 在幾年前 參加一些課程的認識 雙方不算深交 偶有Whatsapp 在社交媒體上 會聯絡一下 直到這個女生 今年 發覺 跟家人吵架 就準備搬入 一些青年宿舍 但是 青年宿舍未準備好 要過兩天才可以給他 他 他就問被告 可不可以去家居住 被告說可以 這個女生就去被告家居 第一晚的時候 被告就已經 跟他又抱又抱 他拒絕了 又說一些挑逗說話 很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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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男朋友 真是個人之類的 他拒絕了 那個男生也沒有 霸王硬上攻 然後那個女生 第二天就回家 撿了其他東西 因為第三天就要去青年宿舍 再上個男生的家 即是第二天 再上個男生的家 他就 後來 報稱是被強姦 事後痛哭 他醒後 發覺被告仍然在身邊 終於叫他 不要介意了 X就離開被告的住所之後 向風雨嵐求助 和報警就是這個案 我們又不要那麼犬儀 說他一定是 叫你屈膠那個 男生 說那個男生真是慘 我不知道 可能真的發生了 一些他 不願意 而發生的性行為 即是強姦 可能真的有 但是現在培審團 就誤給二大比數 裁定被告罪名 不成立 那麼我呢 我們不要那麼犬儀 即是各位女士 首先男士 男士也不要下次有這樣的情況 說你昨晚的事情都沒事 你沒事被告得很麻煩的嘛 但是那個女士呢 是不是有責任好好保護自己呢 我才是當你 真是 被人強姦 如果你想了第一晚 去到別人家 孤男寡女 還要握頭石 說盡挑逗說話 你第二天還收拾東西回去 去到睡 是不是 我不要說印郎入室 送羊入虎口 我不說你活該 當然啦 你說男人收到的釋路 你問我們正常男人的 你老母 那你怎麼不來 Macy 你怎麼不來 我怕你忍不住 真的不好 那我就算了 收拾東西回來了 那我就覺得 你老母 還有 你要記住 還有一個 最心理上的事情 昨晚 我都興奮奮 已經 你老母 不過你說不想 OK啦 誰知道你今天又來 我還有一半事情 我的手還未做完 我是不是 我還不能搞正你 據說他還是處女之身 所以他某程度對於保護自己的責任 他要負的 他不夠小心 我真的不明白 怎麼可能這樣 當然 亦都可能根本 你當時真的沒有問題 後來不知道原因 你去保警 因為實在太令人 正常來說 可以啦 你是不想你還去 一晚你去哪裏睡不到 好了 這宗台灣 我問這宗台灣 這宗真的很可笑 台灣一個女大學生 和兩名學弟 在他 租屋的地方喝酒聊天 不勝酒力 躺在兩個學弟中間 他聊睡到半夜 竟然被兩名學弟輪流性侵 事後台灣的女大身體高 學弟就變成 學者對他性暗示 而且主動疼他 有強調學者沒有抗拒 也沒有說不好 但是法官 依舊判兩人強制性交罪 罪成 各判處三年六個月多 奇怪 三年半 我們看看案情 台南女大學生 A 上體育課的時候 認識了兩名不同學系的學弟 事發在2019年6月24日 現在才審 五年 A女就叫兩個學弟 去他租屋那裏 喝酒聊天 其後他喝大了 就躺在床上 跟兩個學弟聊天 也同意給兩個學弟 借宿 A女說 他原本 就是 給兩個學弟留宿 一個睡沙發 一個睡地 但是去完廁所之後 發覺兩個學弟在床上睡著了 因為他沒有力 挪動那兩個人 就只能夠睡在兩個人中間 這真的是非常奇怪 睡不是睡中間 睡在外面梳化不行 兩個學弟 我不知道他們的床有多大 我當地方大一點 四尺 四五尺 兩個學弟躺在 你 他躺在我的床上 因為他太重了 我無力 移動他們 你就睡地板 你就睡梳化 就算真的要睡床 很自然是 你要叫外面的兩個人 睡進一點 你就睡在外面 我不是很害怕 我不喜歡睡在外面 那就叫裡面的人睡外面 你睡在裡面 極其量就是這樣 他就選擇了要睡在兩個人中間 真的非常奇怪 誰知道 睡到半夜 其中的學弟突然 摸他的胸子和下體 他起來想阻止 但是對方 脫了衣服 就硬上得拯 硬上得拯 另一個學弟在旁邊目擊 看著 不過沒有阻止 然後 一個小時 這個學弟 又想硬上 A女掙扎不過 又被他得拯了 然後 一切都不離開 OK 一個小時後 事後 A女提告 平常的學弟就說 是A女主動 招他的手對他的性暗示 如果隔著衣服摸A女的胸 他都清醒 沒有拒絕 於是他才脫了A女的褲 跟他打招 而另一個學弟就說 是A女主動疼他 先會跟他打招 強調A女當時是清醒 沒有抗拒 亦都沒有說不要 好了 不過 台南地院法官 審美後就批評 兩個人為情私欲無視A女議員 侵害性自主權和身體自主權 法案後又狡辯否認犯行態度不良好 考慮 兩個人已經跟A女達成協 調解 有實質補償的心意 強制性交罪就判兩個人 三年六個月 說真的 這件事先不要說三年六個月 因為已經調解了 有實質補償心意 原來也要三年六個月 根本 這些 口同鼻爭 因為的確有性行為 兩個被告也沒有說沒有 只不過是 有 沒有違反去議員 即是強姦 其實 我也說了 真的可能是有強姦 但是我也不要說他躺在中間 只是一個女生 邀請兩個男生 相許島一起喝酒 喝到不勝酒力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 不代表兩個男生沒有 但疑點 歸於被告 其實已經是很大可能判他沒有罪 然後 在這宗案上到這個地院審命的時候 他們已經達成 調解 如果一個女生 被強姦了 是不是這麼容易達成調解呢 我很懷疑 我還沒有上法庭審 於是 判他兩個人三年六個月 兩個人不服常操 台南 這個就是高分院 高級級 他說 兩人犯案後 都知道會誤 因為原來他們每人給了8匹多港幣 分別就是70萬新台幣 跟A女達成磨解 也願意給他們緩刑 因此撤銷一審的判決 改判兩年有期徒刑 緩刑五年 即是不用受 不過要做240小時的義務服務 以及三場法治教育課程 老實說 你問我 可能大家的法庭也想搞定他 男人也想搞定他 女人也想搞定他 我簡直覺得是屈罪來的 給了70萬新台幣 而且願意說 換刑也沒有問題 不用他們受也沒有問題 在這一點上 我覺得女人 你這樣聽起來是不是 他也沒有什麼傷害 當然不是啦 他可能很難受傷 不過 不讓人罵也罵了 但是我起碼拿回70萬台幣也不容易賺的 他坐監對我都於是無保 你可以說是這麼說的 但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整宗案件都是疑點 很奇怪 Anyway 跌了錢 如果你要做240小時 社會服務 不用收拾身材 好想多疑點 好想尋一下 我會跟對啊